作为中医药走向世界最闪耀的名片之一 针灸已在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使用 世界针灸联合会副主席 国家重点学科针灸推拿学学科带头人 成都中医药大学针灸学首席教授梁帆荣 近日接受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对中国针灸的发源发展等做出了深度解读 针灸它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医疗实践 生活生产实践当中产生的一个 独特的一个传统医学方法 针灸的起源和发展它始终和当代科技紧密结合 当代科技的进步它也就促进了针灸医学的发展 也就促进了针灸一些治疗方法的改革 已经促进了一些治疗手段的丰富 从临床实践上升到拥有完整的理论体系 针灸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变迁 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 针灸也逐步开始与现代医学相结合 走向现代化 国际化 由于针灸与其他传统医学相比 有完整的理论体系 独特的治疗方法和丰富的治疗工具 不仅使用方便 成本不高 还有优秀的临床疗效 如今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 针灸已是全球最受欢迎 和应用最广泛的传统医学疗法之一 21世纪以来 随着针灸一系列的研究 特别是一些临床研究 一些实验研究 不断地取得一系列的成绩 都充分证明了针灸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在国际上广泛是欢迎了 所以原来国外也开始把针灸是排斥的 后来把针灸作为一个替代医学 或者作为一个补充医学 现在甚至把它作为一个整体医学 都在进行推广 现在全球大概193个国家在运用针灸 其中大概有59个国家立化成人针灸 其中还有20多个国家 把针灸作为医保 梁繁荣表示 证明针灸的疗效真实存在 有据可医是针灸走出去的必由之路 2006年 中国启动了针灸领域的第一个973项目 基于临床的精学效应特异性基础研究 跨越十余年时间 研究团队开展了5000多例患者的大样本实验 比对了学位与非学位 同意经脉不同学位 以及不同经脉不同学位的疗效 所涉及的病症包括偏头痛 心脚痛 功能性消化不良等 试验结果证明 针灸的有效率高达70%至90% 向世界证明了学位的存在极其有效性 这个学位到底有没有 你看这个也做了系列研究 我觉得我们也是 从20世纪开始 专门研究学位特异性 特异性就是这个学位 跟那个学位之间有没有差异 人健康的时候 这个学位好像它沉寂了 沉寂了就反映不出来 但是人一生病以后 比如说你心脏有问题了 心脏有问题可能就在一些学位上 也就出现反应 这个反应可能是压痛啊 可能是温度降低啊 可能其他一些变化啊 因为它就激活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在研究这个学位 它就不一样了 所以就发现这个学位确实是有的 而且呢 它是一个火急状态 此外 梁繁荣和团队也正用现代科学 向世界证明经络的有效性 目前项目组经过十余年深入研究 以首次从学位局部启动 中枢响应和把器官效应三个关键环节 系统深入揭示了针刺效应 寻经特异性规律的生物学基础和科学内涵 在梁繁荣看来 要让针灸更好地走出去 还有瓶颈需要突破 同时古老针灸的发展 还需要在传承精华 守正创新的同时 通过现代多学科交叉 破除各学科思维方式的限制 原来老的三个瓶颈 我觉得已经解决了 那么现在还存在的瓶颈 我感觉还是有这么三个 一个文化背景 一个疗效的肯定要提高 第三个人产队伍的培养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国际化发展的瓶颈 真就要更好的发展 更好的走向国际 把精华一定要传承好 另外还要守正要创新 要不断地发展 要真正要做好它 我觉得三个方面的工作很重要 一个是疗效提高 第二个是科研的进步 第三个是科普宣传 是终于针灸发展 非常重要的三加马车